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台湾大搜索 我是张小婷 两周前 星光金控公主吴谢盈 再次在脸书上po文说 丈夫林志妍 也就是本乔林家第八代 黄南京董事 可能涉及挪用公款和未造文书 遭到林志妍否认 两人婚片引爆的纠葛 再次登上版面 其实六年前两个结婚 被誉为是两大金控林的大喜事 但短等两年就闹班 林志妍控诉老婆出轨 并肃请离婚 吴谢盈呢 她则反控丈夫 在坐车偷装GPS 涉嫌妨案秘密 官司缠送将近四年 上个月 离婚官司吴谢盈胜诉了 至于妨案秘密刑案 八月才会再开庭 而若是林志妍遭判刑 很有可能会影响 白乔林家在华能亲控的接班图纸 今天会打算和解吗 八月五号下午四点 要和太太星光集团千金吴新银 对付公堂进行调解 不过前一天媒体曝光 吴新银和男性友人亲密合照 间接导致调解过局 昨天的两张照片不是我提供的 提供的人绝对是恶劣性的 华能亲邵东林志妍与新冠金公主吴新银 两大金控零原本是好事一桩 没想到才过一年多就变掉 互控官司延续将近四年 远比两人结婚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一倍 2017年5月25日 吴新银高调在脸书上PO文 宣布离婚官司胜诉 谢谢法官的辛苦 还强调还我清白与公道 两大家族死破裂 疑似就是因为吴新银去年 与一名男性外籍华人到柬埔寨游玩 这就是吴新银最在乎的部分 因为丈夫指控她外遇 向法院塑醒离婚 让她无法接受 其实两人算是青梅竹马 林志妍更苦苦追求吴新银长达十年 应该是说从以前在美国学校 然后后来长春的学校 一直都有在一起的这个 星光的长上明珠 吴新银 两个人就一直很很很很很登对 从小动作看得出林志妍 对吴新银合乎美智 对Tommy就是林志妍来说 就是深爱一个女人 然后深爱一个 算是说有点青梅竹马 一直长大的女人 可是其实爱得蛮辛苦的 自己比较少看到你们两个出床 对 我正在国外求学 对 什么时候可以等明年 要等明年 对 好 你现在感情中在身为第一次 我不回到任何感情的问题好吗 谢谢 谢谢 有好几次像比如说在结婚之前 有一回林志妍已经把所有的 生日的派对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然后要给她一个惊喜 结果后来女主角说我今天没有空 其实这种事情在婚前就发生过了 你看看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这样子 你现在是不是都是 听说爸爸还蛮满意的是不是 就是觉得你们两个很均催这样 这个要问他的 对 可是因为Tommy太爱了 太爱这个 太爱这个女朋友了 所以后来 每个人还是在 包括家长 长辈 互相的一种催促之下结婚 小薇一起揹个手好不好 小薇一起揹个手好不好 小薇一起揹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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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林志妍是板桥林家第八代 家族富可敌国的资产 来自于庞大的土地 从北到宜兰 南到大西等地 估计他们拥有的一个土地资产 将近5300甲 5300甲算算成坪数 大概就已经1500 超过1500万坪了 全台拥有超过1500万坪 板桥林家堪称隐藏版的台湾首富 他们的办公室 三坪的办公室 可以堆满所有的地气 那其实堆满所有的地气 你光是数都数不完那样子的 目前整体的一个家族的事业办公 应该都还是以金控为主体 身为华南金控 最大名股东林志言 又是华南金副董事长林明晨的长子 接班太事明显 而新娘吴欣盈背后的星光家族 同样资本雄厚 祖父吴伙师创办星光集团 事业版图包含金融人寿 以及大台北瓦斯公司 父亲吴东敬身为长子 接下星光金控事业主体 母亲还是太子集团创办人 许胜发的女儿 那我那时候的世纪婚礼 大家觉得说 华南金跟星光金两家联姻 那整个市值 可能会变成台湾的第一大第二大金控 这场金控世纪联姻 光是双方的富爸爸 身价加起来就超过755亿 宾客自然灌溉雨季 不过这场世纪瞩目婚礼 短短两年就撕破脸 跟外籍友人点贴脸 亲密合照 笑容相当灿烂 第一张更是直接嘴对嘴 来个深情热吻 她是星光金董事长 吴东敬的长女吴欣盈 结果没想到两个人就 接下来就是闹了很多的这个 在婚姻关系里头 彼此之间撕裂的官司 林志妍怀疑太太和男性友人太亲密 在对方的身上偷装GPS 遭到解放起诉 所以这次条件有情形吗 就是两个帽子 刚刚刚跟什么条件 林志妍以外遇理由 提出离婚官司 吴欣盈反控她偷装 GPS涉及刑事妨碍秘密罪 而两人的婚姻 或许早在一开始 就埋下婚变迹象 虽然林明成家族 他们现在目前是家财万贯 但是他从小对儿子 其实还是要求非常的严格 甚至他们会以勤俭持家 当做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看到他的儿子 林志妍从小到大 他都只生活在三平大的房间里 但是像星光的千金小姐 应该从小应该是比较 像是掌上明珠 可能会跟他老公是有些出入 在吴欣盈看来来说的话 是有点无聊无趣 然后根据吴欣盈的说法是说 他在家中会摆设很多 这种奇门遁甲之类的 他觉得有点受不了 看一下好不好 连续两次请假是什么原因 会还需要调解吗 外转林志妍 希望透过长辈协商 撤销对她的妨碍秘密 刑事告诉 但吴欣盈态度强硬拒绝 认为林志妍提了外遇离婚 污蔑人格和名誉 她蛮强势的 所以她是星光里头的 大家形容星光里头的小老虎 所以她做事情包括 她想要做一些决策 有时候连她的父亲吴东静 都得让她三分 吴欣盈身为星光金 董事长吴东静的长女 高中毕业就前往美国念书 曾在国外知名证券公司 担任分析师 24岁回台湾担任父亲特助 在星光集团历练超过15年 专业干练又挤付个人想法 创新要求突破 不管是创业也好 或是做基金会的方法也好 所以对我说 我还是做我自己 这是吴欣盈回台担任 父亲特助的第五年 也对媒体的英达 直率个性展露无遗 更表现在她坚持打完离婚诉讼 而崩回非痛患愈 损及名誉的想法上 但这份坚持 对于另一造 被以妨害秘密罪起诉的 林之言来说非同小可 可能会影响板桥林家的接班布局 关键在于这一个人 关谷指派的华南京董事长吴当杰 魏英娇先生已经主动向101请辞 副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职位 2014年吴当杰担任财政部次长时 开记者会公布逼退顶星魏家的过程 两年后他代表关谷接手华南京控 三个月内火速修改内规 对董事资格从严规范 只要涉及卫造文书妨碍秘密罪 经司法判决定验就要解除职位 被金融圈认为是冲着林之言而来 因为他是板桥林家第八代 华南京控最大民营股东的接班人 有两个人要谷判决定吗 我们出来的时候再跟各位说明 身为华南京副董事长林明成的长子 林之言已经输了离婚诉讼这场仗 接着得想办法摆平被告 妨碍秘密罪官司 才不会丢了董事席次 影响父亲的事业布局 华南王子与新王公主的婚变 不仅仅是个人私事 更牵扯了豪门家族的接班规划